字幕提供 話說大概兩個月前 我在Instagram收到一個訊息 對方說自己做耳機 想給我一些耳機試一試 全英文 但我後來問他在哪裡 他說他在烏克蘭 我就以為是詐騙 我一聽到烏克蘭 烏克蘭為什麼會找到我呢 他說在Youtube看到我的影片 所以就來聯絡我 很奇怪 你在Youtube看到我的影片 為什麼會找到我的Instagram來找我呢 我到現在都未想通 他就說想傳耳機給我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價值的 好聲的你就拍一條影片 耳機不行的你扔掉它 所以我就給他一個地址 大家有沒有見過烏克蘭的郵票 還有很多個 全部膠紙還沒開 因為我想跟大家一起 拆開它 看看它裡面是怎樣 我上網看過那些相片 那些相片拍出來都挺漂亮的 尤其我選了一隻是有木紋的 就想跟大家拆開它看看 分享這個從烏克蘭來的心意 它好像不是真的一個盒子 沒有盒子 它就這樣 耳機很重 耳機很沉 下面有一條3.5線 最正常的兩邊都是3.5插頭 就是插耳機那邊也是3.5 聽那邊也是3.5 有條3.5線 好了 耳機出來了 耳機就是這樣 有一點像一個豆豪 大家看到嗎 有一個金色的面板 有一個有木的邊 都真的挺漂亮 我吸一下在耳朵上 看看是否舒服 要調整 太窄了 這裡其實就有一個裝置 可以調整 耳機的闊同窄 我移一格 我調整中間 我調整到中間 調整好 剛剛好 很舒服 另外有一樣東西要讚讚它 它這個 豆豪的形狀 很明顯 那個勾向前 很容易一看 我就已經分到左右 試一下聲音 幫我拿一部DX300 不知道能否推到呢 就這樣 我剛剛插的 是3.5線 而3.5線 大家都知道 會是勢力一點 現在的玩家來說 Player 現在2.5 4.4 那些 就一定會輸出 比3.5 那邊 剛剛 即使3.5 其實它也 是推 不止推到 是推得 挺行的 不過我用High Gang 這個就一定要 用Mid Gang 就比較 差一點 所以我用了High Gang 但是High Gang 是 卓卓有餘 我估計 如果我可以換到一條4.4線 應該會推得更加好 即是你在外面聽到聲音 這個是因為 簡直是 開放式 它不是漏音 這個是它的設計 即是有密閉式的 headphone 亦都有 開放式的 headphone 即使我用的HD650 其實它也是開放式 以為 可能以為我旁邊都聽到的 漏音 其實那個 就 不是漏音 那是 真的是它的設計 它有一條Link 給我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它裡面 是有什麼特別的技術 我按回它的Link 就看到 為什麼它會有個V字 是因為它的品牌 叫V-E-R-U-M 應該是Verum 我的拼音是這樣 Verum Audio Verum Audio的 headphone 我會把連結放在帖子上 有興趣可以按去看看 它有個阻子 它不給我 它的阻子很漂亮 那我手上這隻的型號 就叫Verum One 82mm的單元 8音的左礦 470g 它的Sensitivity 是96dB 有幾隻顏色 我手上這隻的就是 木色加金色 木色加銀色 也有碳纖加銀色 有三隻 標價是349元 我估計 我估計是歐羅 剛剛好闖撮的試聽 我覺得它也算是一隻容易推的大耳 因為我用3.5 high鏡 Volume是40多左右 都已經是OK 我估計用4.4 就應該推得會更加好 先戴上眼鏡 當然最高分數的就是外表 自己做的自己設計的東西都看到這個質素 如果我不說那個錢 都像市面上五位數那些大意 以這個樣子 聲音方面 沒有什麼 哪一個頻段 我暫時覺得 聽起來非常之吸引 很平均 我剛才聽David Bowie The Next Day 應該是一來 砰砰的聲音很厲害 它不是那種砰砰的聲音很厲害 每一個頻段都很平均 很中線 那條線 又不會覺得人聲很搶 又不會覺得高音很出 三頻是比較 如果以一條EQ來說 就是一條 基本的EQ 如果我可以 拿來剪片 拿來做事 甚至有時候想聽真些的歌 都可以 就是我用開650 反而我覺得650是比較重 650在人聲方面會比較重 它就沒有650那麼重 但是三頻非常之平均 你要我說哪一道多一點 我都說不出 但是又不會覺得薄 尤其用3.5我已經有一個不錯的聽感 我會看看 借不借到這種頭的4.4線 可以再試試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 我沒有得賣的 我賣沒有的 不用上我的賣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下樓下的連結 看看這個烏克蘭朋友 自己研發的一個耳機 可以看看它幾個型號 我覺得 金色是最好的